台包含技術服務業在內 就不單是有工廠登記的 包含技術服務業在內 那它核准的金額達到28億元 一次性的營運資金大概是5.1億 受惠的員工有51,471人 就是金融部這一邊在撮理製造業有關的一些 信息補貼等等相關的輔助 還包含技術服務業在內 就不單是有工廠登記的 包含技術服務業也在內 那我們到昨天母親節為止 總共受理了1421件 那核准了1098件 大概核准率是77% 那它核准的金額達到28億元 那其中薪資補貼是22.9億 然後一次性的營運資金大概是5.1億 受惠的員工有51,471人 那我們一月份 我們第一個月會撥付一次性的營運資金跟薪資 所以我們已經撥付了9.9億元 那在這裡面大概1421件裡面 會有一部分其實它的資格不符被推薦 就是它沒有工廠登記等等的一些相關 那有68件還在補件 所以其實依照我們的審查的狀況 在製造業這個部分審查的狀況是 到目前為止是順利的 那申請案件裡面已經有77% 已經核准申請 主要是金屬基電業民生化工業 這些產業這兩個產業加起來就超過 超過六成五 大概三分之二是這兩個行業 那這兩個行業一般觀念上 我們會認為它是傳統產業 那當然基礎基電業裡面有包含了一些 包含從美中貿易戰以來 就受到影響的一些工具機 還有機械設備等等都包含在內 基本上幾個事情就是 第一就是要讓有需要的廠商 有需要的廠商能夠迅速的提出申請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在前幾次 經濟部公布的資料裡面 我們一到三月其實 我們的工業產工業的生產數據 其實都還不錯 就是反映在直接反映製造業的狀況的 其實數據是還可以 但有局部的產業已經受到影響 那當然四五六月以後就會開始 因為其他國家的疫情的關係 對訂單 這我想政委都有跟在座記者做過說明 那我們也在因應這一塊 就是我們知道會有更多的廠商 可能需要協助 會有這樣子的一些問題 潛在的問題在 那首先第一個事情是五月份 就是這一個禮拜 大概陸陸續續 三四月份的那個401表 就是我們的報稅的那個401表 會出來 那出來以後可以跟之前的做比對 那我相信可能會有申請的案件 會陸陸續續在出爐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如果為了因應有可能會有廠商增加申請 那我們基本上將我們的文件 做了一個非常清楚的簡化 我們本來有比較多的文件 需要由廠商來填據 現在只要填據七個文件 而這七個文件主要都是佐證用 我們在整個簡報上可以看到 最關鍵的是申請書 就是你要把你的書困申請書填好 這要用印 這要大小商證明你真的有要做這個申請 那接下來就是工廠登記 工廠登記是固定的資料 你只要是一個合法工廠一定會有工廠登記 第三個就是你營收衰退50的報表 就我們剛才講的401表 403表等等 好這些東西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你的員工的清測 還有薪資的清測跟存折的銀本 4563項都是為了確定要有撥付多少的一次性營運金 跟多少薪資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廠商要自己準備好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算出來 政府該補貼你多少錢 那存折銀本主要是要入帳用的 如果我們就可以做了什麼 咸油博文貼你多給你 如果我愛你 ikum不可以 比較判斷地 準備好 嗯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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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